強烈譴責 強烈譴責 干預香港事務 強烈譴責 強烈譴責 干涉中國內政 干涉中國內政 不要指手畫腳 不要指手畫腳 不要線風點火 8月13日 香港民進聯代表 及香港廣東善委是同鄉總會 攜帶請願信 前往英國駐香港總理之館示威抗議 嚴正譴責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插手香港事務 干涉中國內政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拒絕派出代表接受情願信 兩團體將情願信 递交到領事館信箱 8月9日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指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正月娥 並向她施壓 要求特區政府成立独立調查委員會 香港民進聯對此表示強烈憤怒 民進聯副秘書長延問宇表示 近期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連串暴力衝突 以及警方的處理方法等問題 完全屬於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 與英國政府或拉布管轄的英國外交部毫無關聯 民進聯嚴正要求英國立即停止任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言論及行為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的行政區 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是沒有主權 沒有治權 也沒有監督權 這個是清清楚楚的 今天我們希望來到這裡 表達市民的意見 英國是不應該再干預 再插手香港的事務 中國的內政 香港廣東善委是同鄉總會的市民代表在場高呼 譴責英國外相干涉中國內政 中國家是中國自理的口號 同鄉總會常務副會長李文斌表示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指點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正月娥 要求尋找舉行有意義政治對話方法 此舉干涉香港事務更干涉中國內政 英國外相他們就以以往過程掃斷 老認為香港是他們長期統治的殖民地 所以一直干涉干涉香港的事務 這次作為我們香港市民是非常的憤怒的 香港已經回歸到中國的土地 我們自己也有能力能夠解決香港的事務 根本不用你外相在這裡說傷道士 或者干涉香港這種事務 我們給強烈的譴責 李文斌又說 香港因修令逃犯條例所引起示威活動 逐漸演變為暴力恐怖行徑 暴徒長期亂港挑戰國家底線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暴徒 用法律途徑欲將暴徒繩之以法 是維持治安合情合理的做法 香港市民將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